剛才所說,成因是multifactorial,即是很多原因加在一起 當它先天有免疫系統病的體質,它就會容易受到一些後天的干擾 包括受到一些感染,身體有壓力,又或者有荷爾蒙的影響 又或者它們本身有不健康的生活習慣,例如飲酒 每一樣的因素慢慢逐漸加起來,到有一刻衝突刺激後,病就會發出 通常這個病都會影響比較年輕的女性,因為這是一個子弟免疫病 而子弟免疫病跟一個遺傳有少少關係,所以通常是比較年輕才發出 就不是年紀大,年紀大那些通常是一些退化的因素 但免疫系統病通常都是年輕一點,所以通常發病的年紀就是大概20至40歲的年鄉女性 大家知道,紅白狼瘡發病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身體有一個不正常的自體抗體 當那些自體抗體攻擊我們身體某個器官,就會導致那個器官發炎 即是說,如果我們證實了身體有那個抗體,又發現那個抗體攻擊某個器官 就叫做有病,如果我們身體有那個抗體,沒有攻擊任何器官 都不可以叫做有病,即是說,如果你去驗身,驗到你有抗體抗體 都不是紅白狼瘡的,但如果抗體導致身體某個器官有發炎就是 所以重點就是看看我們身體那個器官有沒有發炎 根據統計我們身體的器官發炎最大的機會率有五樣東西 第一,就是整體性的發炎,以及四個器官比較特異性的發炎 整體性的發炎,即是說,當我們發炎的時候,我們會感受到疲倦,會無力,會食慾不振,體重下降,以及發眉燒 這些在不同的發炎都有這些情況,紅斑狼瘡當然都有 另外四個器官特異性的發炎是什麼呢? 如果根據那個機會率來算,第一,最常見就是皮膚 第二,就是關節,第三,就是腎臟系統,第四,就是血液系統 皮膚就是紅斑,但紅斑狼瘡其實皮膚的表現有很多樣性 但最常見的那種紅斑的表現就是臉的蝴蝶斑,即是臉上有一個蝴蝶形 好像蹲在鼻上的蝴蝶,這種的斑通常都會持續一段時間 而且會有光敏的情況出現,即是曬太陽的時候,受到紫外線的照射 皮膚會有不正常的反應,這就是皮膚的表現 第二,就是關節,它可以攻擊不同的關節,但最常見的影響就是手指關節 通常會有紅腫痛熱和神漿的情況出現,這就是關節 第三,就是腎臟系統,它攻擊腎的時候,就會令到腎小球受損 令到蛋白留在小便那裡,由於小便那裡結了,所以會起泡 所以就是蛋白鳥這個情況出現 第四,就是血液系統,它會攻擊裏面 骨髓造出來三種主要的物質,第一就是白血球,第二就是血小板 第三就是紅血球,攻擊一種或者一種以上不同的細胞 都會導致這三種細胞下降,譬如導致白血球下降 會導致血色素下降,即是貧血,又或者血小板下降 會導致皮膚會有流血的情況出現 這四種器官有特異性比較高的病徵 再加上一種全新發炎的病徵,就是紅白狼瘡 一個典型的表現,如果有這些病徵,就是紅白狼瘡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